主席本院同仁還有我們國安局的先進 主席我是不是能夠請教一下我們蔡局長 立委員好 蔡局長早 先談一下國內的這個 基本上總統就職應該算是平順吧 平順 國安局作為一個負責總統的這個 維安的主要單位 應該總統這個下車啦 然後到下一個點 每一個點每個節點應該都有掌握 有掌握 對不對 那這個 怎麼會發生我們總統夫人在那邊說你等一等 這個在這整個大典裡面 來了一個驚嘆 沒有那個是下車的就進總統府下車的 那當然啦但是下車幾點幾分到那個地方 依我對這個的了解應該幾點幾分到那個地方 對 這個之後夫人一定有一個 time lag 這個中間要怎麼樣的 的匯合 這趙立強應該都有所前置作業過吧 不是報告委員其實因為總統跟夫人是不同邊嘛 對 那夫人要繞過來嘛 那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才需要有考慮到這一點 對 這個嚴格講解是幕僚的舒適 對啦我們那個旁邊的同仁應該負責提醒一下 但我們可能疏忽掉了 這個 我也是說這剛剛那個黃偉哲員講的是比較嚴重 但是我是認為這本來 所謂的作業程序裡面這樣的一個一分鐘三十秒的事情應該都 都不用說讓那些總統府人穿冠架還在那裡走 對就總統 好像有一點 有一點 我們有一點 舒服啦 我覺得這一點啦 值得檢討啦 值得檢討啦 所以一小官大了 我想這樣一個期待 是是是 我們現在回到這個南海的情勢 這個美國的世界的一個佈局啊 這個說國防預算是在刪減 我們的報告裡面是說國防預算從六千九 2010年到2011年從六千八百多億到六千九百 六千九百億降到六千八百多億 這個是減少了怎麼會寫增加了三% 這剛剛的報告 這個 中國方面是增加了10% 美國方面是 這個是不是這樣 那個數字是這樣 我沒有講錯 因為它總體國防預算應該是減少 但在這個狀況之下 但是它亞洲的部分是繼續增加的 這個我們的資料是什麼 這個在第 第十頁 第十頁的 我知道我知道 第二個表 對不對 這我們可能寫錯了 是不是 那是不是一個 應該是這樣來對吧 對 我的了解因為是它 對啦 我幫忙親自在 它那個 總體的國防預算在減少 但是亞洲的 亞洲的部分是增加多少 對 亞洲的部分增加多少 因為對我們直接 那個 它的戰略部署 有關係是亞洲的情史 所以這一點才是重要 對 這一點才是重要 好不好 就是說它整個的兩義的戰爭做一個斷落之後 它重新部署這個部分 對 那在整個 對整個南海戰略 還是整個亞洲戰略的改變 大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美國要從亞洲開始就印嚷 那其實嚴格的 南海問題目前會變成激化 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東協國家本來經營內政的考量跟經濟的利益 本來就在印嚷 但是他們沒有能力單獨來面對一個強大的敵人中共 所以這成了美國 從外亞洲的時候 就開始 來跟美國聯合 剛好這個次就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問題才會現在變成一個 所以美國國務卿Hillary 對 在什麼時候提出說 他認為這個南海的自由通行 國際的自由通行 兩年前 兩年前嘛對不對 對 這個應該是在美國政府 大概是最比較高階的 最高階的 就這個南海 所以當 自由 北京方面說這個是他的核心利益 對 之後的一個直接的回應 對對 這應該是很具體很針對性的 對對對 那麼這個之後呢 包括他和菲律賓相關很多國家的很多的合作計畫在改變 對 那麼就我國的部分 我們黃岩島 我們看這個資料是 下一張 再下一張 這是 香港鳳凰衛視啊 在就這個議題他報導了很多 報導了很多 往下一點 1935年是吧 1935年 這個內政部 就把這個黃岩島列入 中華民國的版圖 你們的資訊是不是這樣 你們資料是不是這樣 這樣的一個資料 這樣的一個資料 我們這邊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資料 我現在沒有 但是 您這個資料因為是內政部公佈的 應該是事實啦 只是我 我 我並沒有很 相隔間了解 這個是 所以 相對於釣魚台 這樣的一個規範 這樣的一個規範 當然是 1935年是比1895年 1895年 是日本開始這樣來處理 北京方面的一個立場是認為說它是因為馬關條約 相關的因素而來的 那就我國的國內的相關的史料 釣魚台最早類似有這樣列入登記的 白紙黑字的是什麼時候 你這個問我沒 我現在實在沒辦法答 我們因為我們 我可以幫你找一下資料 我當然要查 大家可以查 對我可以 我就是要提醒說 我們在做這樣的一個 決策的建議 給總統最高當局 做這樣的一個參考的時候 這些資訊 因為這個釣魚台是 雖然是 我們宜蘭 五個列入 限制裡面 我想這個部分可能我們要一定的掌握 這兩個引爆點 我們公圍快盡 包委要我給你報告 其實你也知道 總統的博士論文就是寫這一塊 所以這個時間點 哪一個時間點有輸資子 所以你不能輸總統 總統要灌的事情要多 我們國安局處理這種東西 我們這方面又有專門研究 我會介於補課 就把它進來更解鎖一點 而且這是高度爭議的兩件事情 謝謝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就先這樣好不好 再下一張 太平島剛剛那個張委員有講到 太平島中國的這個 是外交部次長 傅瑩 在今年五月剛剛那個報告裡面 是在五月的時候他五十幾個人去南海這樣繞了一圈 他到太平島的時候他有沒有看我們聯繫 沒有 他是路過啦 他是從旁邊多遠的地方 離我們那邊多遠的地方路過 我們有沒有資料 我們應該太平島的手背應該都有傳回來說 大概因為他每一個動作都有意義啦 離一公里 離三公里離十公里 這個都不一樣的戰略意義 報告我給你報告 其實我們島上的只有墓室 墓室沒有辦法看到了 但是我們要去查查我們所有的其他的資料 如果您 我再找個時間給你報告 好謝謝 如果墓室的話我就下一張 這個亞洲週刊呢在去年十二月十號左右 他有一個這個報導 這篇你們看到了嗎 我相信局長你們看到了 那這個部分你願意做什麼樣的補充說明嗎 事實到什麼程度 我跟你講 這種是一個高度敏感的東西啦 這個 我也只有私底下 在你的方面 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理解 我們彼此都在這方面 在每方做過這個事情 我可以理解你的 如果你不方便說的 有機會 你今天有時間我都可以當面給你報告 所以基於這樣的一個事情 來到最近美國國會通過F16的CD的這個 授權法案 這個它代表什麼意義 所以目前國安部不一定認為說還要找F35 但就這一點 我認為是整個的美國在這方面很多方面的動作 從兩年前的新Hillary 這個美國這次 讓他通過 基本上是因為他的國防部的亞太的助理 部長他那個顏色案在那個 在個眾院不讓他過嘛 那所以他那個議員就提出這樣的一個要求嘛 那美國就由白宮的寡規主的組長吧 給他一個答覆說那個嘛 但是你也知道美國的軍售 這種表態是不算數的啦 還是要很很 很長的時間啦 另外就我們的國力來講你也知道 我們現在已經F16 這個AB 這個數額都相當龐大了 你還有足夠的力量去買 然後買一個國王大概要十幾年 等到我們買的時候又是落後的武器 所以我是倒覺得這可能只是一個政治的表態而已啦 好 其實有的人對我們自己都妄自菲薄 我是 不一定那麼同意 在我去擔任駐美副代表那個時候 那布希總統是答應了 我們很多年沒有辦法 批准的 相關的軍售的案子 他那時候其實是 是同意了 當然我們的預算是必須要考量到我們自己的 戰略部署的需要 怎麼樣的去採購 我們不一定要需要一次全部採購完畢 以全世界哪一個國家現在是零 國外的負債 我們是坐在金山上面的一個國家 當然是因為我們 基於國際的情勢 我們都給串一些 安全的這個存量 對我們國內 我們的稅金這麼低 那比起外國的 我們的稅負這麼低 相對來講 以外國的一個稅負 首多歲的稅負 我們的這個預算平衡 其實是隨時都可以 要來處理就可以處理 那麼國有的資產 也不是那麼弱 就是說是有沒有需要的問題 以這個最近幾年這個 AB的這個提升 是多少 185億台幣嗎 78還是185 差不多啦 不然是178還185 就是那個上下 比起以前我們在通過的國王的特別預算 這相對 這是 這數字 不是說很多啦 不是說很多啦 就像說我們怎麼 我們沒有法一個國家啦 所以包括像那個 詹委員剛剛這樣對 因為在南海這些島嶼啊 沒有一個國家 派太強的一個軍力 因為不需要這樣做 那都是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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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形式的 的意義超過那些嘛 你說我這樣講對不對 你這麼大你一年我就真的要打 你不打一輸 也是不夠 互相都有可以 不同的一個做法 我想還是整個的 外交的 部署 比實際的軍力的 配置 一定的 屬權的 所以剛剛你們在報告裡面說 很多的維權的宣誓 但是整個 三國研議在這地方的 的運用 可能也是相當一個 重要 我相信你們應該是 會很有掌握才對啦 但就一些部分啦 將來有機會在 市裡再請教好了 好不好 謝謝 謝謝